2024年七大预言 关注度第六位 中国楼市只跌起稳 获得3.6万票 2023年 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房产走势持续低迷 中指院的数据显示 2023年1月至11月 内地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0.16% 百城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3% 跌幅较去年同期扩大2.45个百分点 至11月已连续19个月环比下跌 连续6个月环比下跌的城市数量超90个 就外在原因来看 由从特朗普上台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一个中美博弈的一个非常 这个前所未见的一个状态 导致我们的经济前景充满了变数 对于楼市的买计会带来一定的遏制作用 在内在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产业外移使得我们的中产阶层 产生了失业恐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恐惧心理之下 它宁愿把钱存起来而不敢轻易地购房 面对这样的困境 期间各政府部门频繁优化楼市 利好政策密集出台 认房不认贷等多项楼市政策落地之后 2023年9月份一度让一手房价止跌回升 年底重磅措施相继推出 2023年12月14日起 北京上海房贷首付比例利率全面下降 开发商积极把握政策窗口期 加快推盘节奏 优质项目积极入市 多方面助力市场加快恢复 第一个由于我们可以看到 不断地从政策工具箱里面提出的各种要方 在我看来它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持续的救市就使得我们楼市的景气周期会变短 未来很有可能上跌的时间都差距不大 而且变化会比较迅速 就是涨突然到了某一个节点下跌 然后就是之后又上 它就周期变短 中国房企的爆雷刺激着各方的敏感神经 也成为外国媒体唱衰中国经济的依据 事实上2023年全球房地产市场 都面临着全所未有的挑战 据外媒报道 英国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就有4280家建筑公司宣告破产 而在德国 仅仅四个月时间就有437家建筑公司倒闭 迫于当前的外在形式 政府相当程度上是会被逼的被迫的加大对楼市的扶持力度 毕竟有一个状态就是所谓的金融行业的三四五六效应 这个仍然是现实存在的 所谓的三四五六的效应就是房地产经济活动 占我们GDP的比重接近30% 那么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接近40% 房地产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 房地产占城镇居民资产的6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我们政府对于这个市场 事实上是无法做到不管不顾的 安德广煞千万斤 安居乐业是每一个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 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成为2024年房地产行业重点工作 政府在关键节点推出相应指引政策 重建投资者和市民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 首先这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资金会得投入 来化解因为房地产所衍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当然这些资源资金 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保交楼 作为化解风险的重中之重 表面上好像只是拯救了数百万家庭 误购了所谓的烂尾楼 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使得我们整个产业链 得以恢复运作 我相信2020年透过政府两年来的努力 再加上美联储加息已经结束 接下来进入降息 两者之间配合 我相信对于中国楼市的气吻回升 会带来非常大的提振作用 阿里